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个包装盒的设计 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比较简单的 是怎么样去做 那由于上网有很多这种的图 这种图我们通常叫die cut 就是包装设计最基本的东西 那英文叫die cut 中文我们叫刀板 刀板的话我打一下 因为我普通话不太好 我就 有些人打字我就打字吧 来看刀板就是这个意思 那由于是第一个做我也不太清楚说 那个观众想做哪一个就是想我演示一下 那没问题 我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而且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牌 tiffany 你啊我就拿一个比较简单的像这个吧 就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包装盒吧 然后呢从结构上来讲的话 你看到就是这个一样 一个四方形这样子的 那呃 我就简单的这样子做一下做这个 两层吧可以吧 那然后呢我其他的如果是说 呃你们想看一下比较复杂的 下面有看到的 因为我担心有一个版权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说我就拿着这个图 然后我就直接演示吧 然后tiffany的一个包装尺寸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按照这个方法做 那你做其他包装盒都没问题的 那包装盒是这样子 这边是虚拟的这么去理解 应该比较清楚 rgb就是三原色 那分别就是那个红色 red 然后那个b 然后还有green 就是这个啊所以叫rgb 然后呢这边的也是一样 好像是红黄 呃红黄黑 还有那个 呃还有一个我忘记什么颜色了 因为打印的我记得 反正不是炎料的那个三原色 然后呢我们就先画一下那个包装吧 可以吧 呃包装这样子我们就logo 我就那他这个logo我就不放了啊 或者也放也行吧 也放也行 呃这个应该还还ok的 然后这个我们先打一下这个尺寸吧 我们先把下面的那个给做了吧 可以吧 下面这个我们先这样子 呃十乘十吧 可以吧 十乘十啊 好啊不对不对 啊不好意思 我都是m 不会是不会一厘米的包装这么小 一百乘一百你们看看这样子可否 那一百乘一百的一个包装盒 那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有两个一个封面一个封底 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找一个东西是这样子 呃需要再做那个 那我们还需要知道它的一个颜色对吧 那记得你做包装之前你要很清楚一件事就是你想做什么样的一个包装 如果这个搞不清楚的时候千万别上来就是动手啊颜色的话我选一下这个吧 然后pinscream 这里我先把颜色给提取一下过来啊 那我我这个是比较偷懒的方法 平常记得真的要在那个颜色那边color那边去输入好 不然的话就嗯你懂的 就是最后输出出来的颜色会不一样 好那我们先这样子封面封底这样子对吧 好再下来了我们就这个先啊先把颜色给放一边 然后通常是这样子我会把颜色先呃弄成这样这个空白的填充 然后再加一个黑色的线啊为什么这样子的呃你们等会会知道 好那我们再下来了呃我们需要弄我们知道一个包装盒 它是四个边给折起来的对吧 四个边折起来的话我们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这个看到一百乘一百mm的 那这个地方它是我我们要个高度吗 那这个高度其实多少了我可能设定它是一个可能是五十吧啊五百五百 啊不对啊这里五百 应该没那么高吧三百吧还是 三厘米高应该差不多了吧我觉得还是好像太高了 呃二百哈哈哈不好意思啊老是换尺寸 呃好然后呢比如说是这样子一个高度的一个包装盒 然后我们再下来 呃正常应该没那么大了不过 既然是这样子做我们就继续吧 然后再下来 OK OKOKOK点错了好那个我们的包装盒就已经出出来了 呃让我挪好一点啊 好好像不是很够大哎这个我们 A3的有点太小了我们再把这个A2尺寸是多少啊 A2size不好意思啊 我做事情比较随性啊A2size594好 我们再来一个594 然后还是一样 横向的 应该够大了吧这次这个 如果不够大的话 我们把尺寸给捡一捡吧可以吧 好好好像是不够大那行吧还是减一半吧 呃 OK那反正都是10×10吧那不要那么夸张了真的是爱真的啊非常抱歉非常抱歉了这个我做事情很随性因为我都没有拍稿都是 现成的直接就是上开电脑直接就上了啊我都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子你幻想出来的时候这个底面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呃这个需要你们的一些想象力你们一折一下然后你发现就OK了但是这么去折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把它怎么样去折起来了那这个其实呃也很简单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这两个地方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加这个贴边那贴边的话我们这样呃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给他设一个数值吧我们给他设一个15 那你看到现在15了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这么去折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有做过包装的话都知道他会卡住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避免呢其实也不会很难 那首先这样子呃我通常是随便拉个快呃然后呢呃 转一个角度啊rotate不好意思我忘记他没有那个快捷键那我们选一个5度吧通常5到15你看情况去做那比如说现在pview了那我觉得这个角度可以我们就这样吧 ok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 可以吧差不多这样子那我通常喜欢用vino和cd来做这个原因也在这里 然后我们把它剪掉哎你看到这个斜边是不是出来了这边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要做个斜边 呃也是一样 这样子因为新版的有些功能说实话我也不是很熟练这这这这是真的很坦诚的跟你们讲好然后这边5度我们一样的负5度 那有时候因为这次我们这个就直接这样子折所以说他不需要说平常这里是一个直的然后再斜再往上这样子那为什么这次没有因为他这个不是外盒外盒的话通常会这么设计那如果想多了解的一个观众那到时候你再跟我讲我我在那个你或者有没有什么一个图片当然有一个版权问题然后就呃你到时候再跟我 我那个给我发那个图我再看一下怎么去做然后方便你去学习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其实底部的我们已经完成了那但是这时候我们发现有个问题是这样子 呃我们这个如果这样放如果我们再按着这个方法的话去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了呃他盖不上如果你们幻想一下就能知道了然后这个纸本身是有厚度的 然后我这个是10×10那如果是说我这个纸是一厘米厚的那我就需要比如说他是一厘米厚那我需要做一个12×啊不对 120×120的方块这个人懂吗就这这个呃 120×120然后其他的步骤的话其实有一个比较偷懒的方法的就是这样子 啊是可以可以这样子去你可以这样子把它去拖一下啊这样子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呃那个鞋边没办法重重复用你可以把那个鞋边直接啊不好意思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鞋边直接这样子 呃这样子覆盖过来了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呢他的他就不一定是那个他不一定是那个15呃15度那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你有时候说啊我偷懒一下行不行那如果是说他不涉及到生产呃是影响不是很大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影响到别人吗影响到别人的时候你还是多斟酌 然后像这个的话我这次就只要10就可以了啊不好意思啊我这次这个我只要10厘米就可以了这个边因为他就盖上嘛10厘米然后呃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吧OK啊已经不行了还是要查一下好那这个是我们再把这四条边给copy一下吧 啊那这个尺寸当然不是太准的因为我画东西的话我正常是先画的一个样子穿然后尺寸的话直接放到缩小就可以了好然后这个边我们还是一样给他弄一个 小贴口啊就那个贴那个这个叫贴片吗还是什么的 贴片然后这个贴片的话是这样子我们给他一个三吧可以吧给他一个三的一个厚度 好那一个我们一样的把它给切一下 呃再复杂包装也能做啊到时候你们再看吧真的是 这次这次先来个简单点练练手吧如果是说这个题材不错然后看的人比较多的我就再多做一点这样子 因为呃对这个我然后这里我们再呃 Rotate一样的刚刚-5这次5就可以了 然后然后然后你们回去看一下这个OK这边也是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剪一下这个 那还有这个啊功能都在这里你们这样去看了好这个刚刚没有剪到为什么这个要把它挪回去最上层 因为最被剪的物体你看被剪的物体他默认会跳去最上层 然后像AI很多时候比较难对到就是你看这里两个端点没有对上 AI我不太喜欢用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那个对准的一个部分真的有点弱 然后很多的那个什么就是厂商啊他们都是用CAD做大大部分都是CAD做 AI做的基本上就是一看就知道底子是什么了所以说 AI更多是看你那个彩印的一个设计的最终的还是要厂商那边去给你调整其实 但是如果是说最好是你能自己做就自己做哎呀这个我我弄掉了没关系 我们按着ALT左键按着Shift 然后拖拖到这 哎完成啊这样子又回来了 好这时候了我们OK了以后吧 嗯我们应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artboard的一个set 不是colourmodes 呃有一个我记得是啊那个artboard的一个setting 就是可以把我后面这个面板嘛啊这里 然后应该是可以再加的吧我觉得artboard的这个setting 如果不行我们我们不行我们直接拉一个吧 我们这样子吧直接拉一个吧可以吧然后反正这里对准然后这里再拉过去 OK啊这样也可以反正好这样子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刀板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这时候干嘛呢储存一下先我们先把东西给保存保存 OK那再下来我们这个步骤完成的时候吧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了 我们先这样子这里拉个小块 呃给它填充一下颜色吧好吧编就不要了 对齐那既然教你们最简单的功能 然后这样子全选上按照alt拉过去 然后你看到哎这就拿同样位置了保证 然后这时候吧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这样子群组一下 这里这个没群组上我把拖进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应该是啊果然是这个这里没有对准上那这个没办 那这时候没有群组上怎么办怎么办呢也不难我们就这样子拉着这个拉一个块 然后这时候我们一起去再群组边哎你看这个就可以了这个比较投机的方法了 反正就是这个快速嘛好那这时候也是群组上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就是纸样 然后这边呢是要表示一个什么东西了啊他这个东西的一个折衡当然了折的这个东西啊我其实折的地方是用虚线的 那今天因为大家都是刚入门我就不不玩的这么变态了好吗好那这时候这两个选上点上这个 哎你看到这就其实这里这个包装就算是我们再把这个颜色给点上 点上一个黑边然后让他知道是这个边然后再这样子全摄成0.25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简单的包装就完成了最后就把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这样子那个 拿我们可以在这里 вс那个打标 tego曲这个而已 比如说我们变态 然后就是tiffany的包装还是不这样子应该是吧可以可以 然后这个大小可能就是差不多这个地方吧 然后你看到那这样子其实就是啊不对在顶部 哈哈哈哈好那这个顶部的话其实就算是ok了 然后这里这时候呢我们简单的材稿已经完成了嘛 再储存一下 然后再下来了我们需要做标注 就是懂吗标就是那个dimension的一个标注 那这是一个包装稿你常必须要有要有的一个东西 那我可能选一个什么颜色好了选一个这个红色吧可以吧 那红色可能线条我会调粗一点因为他是标注 这时候再打一个数值 然后这个是我们知道吗刚刚是100mm 那我们就打100mm 然后这时候你会看到可以了你看100mm有了那这时候你说其他的部分怎么办呢其实都一样都是同样一个办法来做 那可能我贴到这里再把这个给选上当然你可以先把这个东西给群组好然后再就群组好然后再来拉也可以那其实这样子标注算就差不多了啊当然你可以在标 要细一点我就不做了这个就是一个重复的步骤 然后这个呢其实正常如果他是不规则的你可以重顶到底拉一个块 然后看一下哎300 哎然后就可以这样子我们把这个给这样子 copy一个出来这个功能真的很实用不骗你们好 然后把这个字给缩掉 这时候拉到这里去对齐这边 这边也是 然后这里我们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线给挪一下吧可以 ok 好那一个我们在这里再这样给他拉放在正中间的位置吧你喜欢可用对齐工具这个也没问题 那你会看到就是一个包装其实就算是这样子就ok了那你说我然后这时候我可以挪到这边你没看放到最底层 这边也是我给你再拉过来但平常记得是一边的彩影再加一边的这个刀板那如果是两张合并在一起 就是现在这个效果了那你这么一折那包装好是不是就完成了好那今天的一个 视频的话就到这里了那这样子简单的一个视频给你们做一下 那如果是说你们想看一个复杂的麻烦你们加我微信或者留言给我然后跟我讲一下然后我再看一下怎么去处理 好那就到这里了那个谢谢大家啊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